好 那當然學生就會去思考 就是他們一個成長的一個部分 他們去思考養兒育女的好時機是什麼時候 還有我剛剛講的 我育兒到底應該安排什麼樣的時間 我育兒到底要安排什麼樣的時間 就像我剛剛講 打工的時間 洗澡的時間 對不對 她自己要去想 那她更懂得養兒方之母兒 等一下我會有一小段的 一個學生的心得 就會去看到 那還有一個就是友善環境的重要 那這個友善環境我把它放得很大 包含有沒有人幫忙她 包含她在做大眾交通工具的時候 有沒有人協助她 有沒有人讓位給她 或者說她的教室是只有樓梯 而沒有電梯 她抱著孩子上下樓梯 這個安全的問題 她要不要去思考 如果是抱著孩子的話呢 我們是走樓梯好還是坐電梯好 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對不對 都可以去思考 那有沒有人幫我 這可以去思考 那幫的人是什麼人 我會不會鎖托飛人 都要想清楚 我舉一個例子 因為這一套的模式 它都會隔天 寶寶一回來 成績就回來了 那我們就發現 我有那個零分的 然後它的零分呢 它的扣分其實也是老師設定的 如果他脖子沒有直脫好 我們一直是扣三分 可是如果是孩子被毆打 他有設定喔 被重力 重擊 也會被記錄的喔 如果孩子是被毆打的話 我們就扣15分 對 然後學生隔天回來的時候呢 零分 零分 怎麼了 我話還沒講 學生哭了 他先哭 說你怎麼了 因為他所托飛人 什麼叫所托飛人 因為呢 他就把寶寶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呢 到了超商 跟那個老闆有點熟又不太熟 老闆說那你在幹嘛 他就跟他解釋 然後那個學生就老實 老實數 他每次抱著講完完 這個會哭喔 他會哭喔 怎麼樣讓他哭 老師說那個頭不能折刀 不能打他 老實數 一五一十都說了 你可不可以借我抱一下 不行啊 那個抱不好會扣分 借我抱一下 我會怎麼樣啊 我真的不會 好啦 一抱到老闆手上之後 你們想得這麼簡單嗎 對 就開始哭了 然後待會路人家來 你看看 好可愛 我又去問你這小孩哭 怎麼讓他哭 老闆又老實數 一五一十都哭 所以這孩子很快就走啊 他就哭 他就說 老師我可以寵戴嗎 我說如果這個孩子死掉了 我們怎麼讓他起死回生呢 只能再生一個啊 不是嗎 那你告訴我 如果將來是你的孩子 你會說 老闆我兒子的孤生真的很想 你要不要試試看 OK 我就去刺激他自己思考 既然他叫你的孩子 你就有責任 你就該保護他 不是嗎 不是嗎 超過天氣冷的 要加衣服 不是嗎 好 OK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藉由 簡單來講 就是連我往事都很擬真啊 我們老師都完全在那情境當中 我們也沒把這孩子當玩具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剛剛放他放下來 動作有多輕柔 好 謝謝